香港《蘋果日報》正式停刊 不過今天外電新聞最終傳出來 白宮最新的封殺名單 可能聚焦在新疆的多精細 同時圍堵中國的部分 美軍還有最新的聯合軍演 對我們看到美國全方位的 在構築包圍中國的一個防線 那除了外交 政治上各種手段 其實我們看到軍事上 這一個人耕號航母打擊群 在15號進入南海 一路穿越麻六甲海峽 進入印度洋之後 首先就跟日本海上自衛隊的 兩艘軍艦陸導號跟賴護雪號 進行一個聯合軍演 那緊接著下來進入印度洋之後 如我們先前推測 也會進行一個美日印三方的 一個海上聯合軍演 那雷根號這一次 比較單薄的 只是配屬了一艘的 提康德洛加級巡洋艦 這個夏洛號 還有一艘海爾賽號的 伯克級神盾艦 那等於說跟印度的 這一個柯青號的驅逐艦 還有另外一艘泰格號 護衛艦 也要加入一場 這個三方的聯合軍演 那中間 這個印度還出動了 這個美國出售給印度的 P8i的一個反潛機 還有包含他們過去 像俄羅斯採購的米格29戰機 都會進行防空跟反潛的 一個這個聯合演練 那我們觀察 其實這個美日之間的 一個聯合軍演 看起來似乎美洲 這個一項一項的接續的在進行 因為先前他這個在日本 還有一個這個東方之盾的 一個路上的聯合軍演 也在進行 所以看起來是這個有系統 有節奏的 美國在這個跟這個印太地區的盟國 一個一個國家的 在建立一個軍事合作的同盟關係 透過聯合軍演 直接在串連一個包圍中國的一個 軍事的一個合作網 那我們看到這個除了先前美日法 已經在一個日本舉行聯合軍演之外 另外接下來還有 所謂的這一個美日英 因為英國的這個伊麗莎白女王號的航母 打擊群也慢慢的向東移 準備在今年夏天要進入這個南海進行巡逸 那接下來也會到日本訪問跟日本進行聯合軍演 還有連德國也是一樣 德國這個美日德也可能在這個今年 這個可能夏天的一個末端也會有這個聯合軍演 那針對這一次可能日德之間聯合軍演 日德之間雙方 這兩天舉行的一個視訊的一個防長會議 然後包含日本的這個防衛大臣安信夫 跟德國的這個女性國王部長叫凱文鮑娥 那雙方共同 這個在會議中達成的這個一個共識就是說 今天看到中國在東海跟南海的一個軍事擴張 都在片面的改變現狀 所以日德之間 也要這一個維持一個包含南海東海的一個自由巡逸 那特別是說 這個日這個德國的護衛艦準備要訪問日本 那雙方也在討論 雙方聯合軍演的一個相關事項 那這兩天又傳出美國陸軍打算 要這一個打造新型的一個中程的陸基的一個飛彈 那這一型的是所謂的陸基型的中程飛彈 我們從相關資料看起來 目前曝光是說非常有可能會整合 可能是戰斧巡逸飛彈跟美國海軍最新的標準六型飛彈 那為什麼會整合這兩型飛彈 主要是要填補一個空窗 就是說川普政府去年 退出INF這個中程反導飛彈之後 美軍目前現在只有M-142可以發射PRSM 這樣的一個500公里射程飛彈 另外先前也成功研發這個LRHW 這個高超音速飛彈射程可以長達2780公里 但是在500到2700公里中間的一個落差 他可能會用這一個一型射程大概1500公里的這個中程飛彈來彌補 所以現在他可能會去整合包含標準六型 跟美國先前海軍最新接收的戰斧的這個BLOCK-5型 共同整合出一型可能同樣是陸基型的飛彈 但是他的射程約莫在1500公里射程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從美國的一些武器研發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未來著墨強化在海空作戰跟這個島嶼作戰 已經易於過去中東作戰跟反恐作戰的地面戰爭 那背後完完全全就是劍指中國